自拍已经成为现代社交媒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巧妙的姿势和场景设计 可以让你的自拍更加生动有趣 下面有请这位模特出场演示 来讲一讲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提升自拍的魅力 1.选择合适的场景 寻找光线充足背景简洁而美观的地方 避免背景杂乱或过于拥挤的场景 以免分散焦点 考虑场景与你的服装搭配 确保色彩和风格协调统一 2.注意光线 光线是自拍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选择柔和自然的光线 避免强烈的反光和阴影 如果在室内拍摄 尽量靠近窗户或在光线明亮的房间拍摄 3.姿势调整 保持身体放松 自然地挺直脊椎 微微收紧腹部 使得姿势更加优雅挺拔 眼睛注视镜头 微笑或者保持自然的表情 展现出自信和活力 4.尝试不同角度 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 例如低角度 高角度或侧面角度 以寻找最适合的角度展现自己 利用镜头的变焦功能 尝试不同的焦距来调整画面的比例和焦点 5.玩转道具 利用周围的道具或环境元素 增添自拍的趣味性和独特性 可以是一把雨伞 一套文具或者一本书等等 注意道具的选择和搭配 确保与整体氛围和风格相符合 6.后期处理 在拍摄后 可以运用一些后期处理软件 对照片进行简单的修饰 例如调整亮度 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 以提升照片的质量和吸引力 但要注意不要过度修饰 保持照片的自然和真实性 7.多练多拍 自拍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 多练习多拍摄 不断尝试新的姿势和场景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方式 通过以上的指导 相信你可以提升自己的自拍技巧 拍出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的照片 记得享受整个过程 展现出最真实 最美丽的自己